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做了自己的老本行 开了一个狗店 慢慢地回来发现新疆的旅游也越来越好 然后在2019年就选择在乌木齐的后花园南山 开了一家民宿 叫乐业民宿 因为我是学音乐的 然后当时是希望自己开一家属于音乐的民宿 我觉得应该开这么一家民宿 既能看到新疆的大美南山 然后又可以用一个创作和写作的空间 2019年在板房沟先开了第一家民宿 然后觉得市场体力不错 我们在2020年紧接着开了这家水旗公店 我们在我们在极限 水溪沟 我们坐观景台 坐了一个小的文创林区 叫做旭言文创林 全国99%的营地冬天是铁业的 是铁业的 但我们这个业务的营地 要坐在全国的版本营地 这也是武器唯一一家真正户外 最温暖的营地 在民宿行业说的句话 就是必须得有情怀 反正有情怀能坚持住吧 然后再去考虑建造 进行状况 它现在随着大家 对生活事务的要求越来越高 对大家愿意走出去 去看它外面的时间 去看它适合远方 这种方式会让年轻人 在这种高压力的工作状态下 得到一种释放法 然后我们希望今天做更好的准备 在2024年会做更好的这种音乐人计划 还是能把这种初衷 这乐野民宿的初衷 能更好地和可以云音乐 和喜欢音乐的影响 一种不合格 在这种前段内不能够 在这种前段内不能够 在这种世界上 一种不合格 一种不合格 在这种世界上 away疑心意